大月天時 日日三十多度 最適合就是沖冷水涼 真是想起都涼爽 不過當你留意到水溫計上顯示25度 竟然是跟外面的氣溫一樣 你一定會想 為何我的洗澡水會比較冷 是不是你的東西壞了 當然不是 首先我們要了解了人感受冷熱的分別 當一件高溫的物件接觸另一件低溫的物件的時候 熱力就會從高溫的物件流向低溫的物件 當兩者相差的溫度越大 熱力流失的速度都會越快 直至這兩件物件有相同的溫度 熱力流失才會停止 這個現象就為了整個熱力學說提供最重要的基礎 包括熱力的特性和界定不同物理量的特質 所以物理學家就將這個現象 命名為熱力低零定律 當熱力在我們的身體流失的時候 人的神經細胞就自然會感覺到分別 令大佬覺得身邊的溫度變懶 但這樣也無法解釋 為何相同溫度的水和空氣感覺會有分別 因為其實溫度的差別只是整個答案的一小部分 為了令大家更加容易明白 就打個比喻 想像一下我們身上的熱力 都兌換成一個個樂園內的代幣 在樂園內你會見到一個售賣氣球和水的工作人員 他就會告訴你一個氣球需要一個代幣 而一支水就需要四個代幣 如果你要買相同數量的氣球和水 那你買水需要付出的代幣 就一定比買氣球的多很多 在現實中都是一樣 物理學家將一種物質的吸熱能力稱為比熱容量 水份的比熱能量比空氣高 當我們身邊流失相同分量的空氣和水的時候 水就會帶走我們身上更多的熱力 令我們感覺到水比較冷、溫度比較低 但其實只不過是不同的全熱速率在從中作睡 除了比熱容量不同 水蒸發的時候所需的能量都多很多 所以都會帶走我們身上大量的能量 加上空氣流通程度會令到水蒸發的速率有所不同 簡單來說 越多空氣流過我們濕透的身體 就越多水份子被蒸發 這樣都解釋到為何我們在泳池上水的時候 一度風吹過會令到我們覺得好冷 吸熱能力高的水 除了是凍水沖身的好伙伴 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體現這個特性 身上的汗水就是令到熱力離開身體的其中一個途徑 很多工程上冷卻途徑都是利用水吸走熱力 例如大致引擎、小致電腦的冷卻系統 甚至海風比較冷 都是因為海水吸走空氣的熱力 令海風涼痠痠 講完一大多數都是去沖涼涼 喂 我說了那麼久 你又爆了廁所那麼久 到底你願意出來嗎 各位讀者 你好 我们有事请你们帮我 因为苹果日报的经营实在困难 请你们多多支持